接上期视频说到 这个跑步方的一共有两种通关方式 第一种就是走这样比较宽的方块 全程都是侧跳加判码 可以说需要很大的技术和运气 好在雪龙上期视频也是成功通关 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挑战挑战 第二个通关方式 第二个通关方式路线有很多种 可以说走哪一条路线都可以到达终点 那么好 我们就从最边上这条路线开始挑战 跑步的方法跟第一个挑战路线都是一样的 全程都是向前侧跳加判码 不过好在雪龙已经从第一个通关方式那里 掌握了百分百 攀爬成功的方法 哎呀这怎么回事呀 当然这次呢纯属失误 原因肯定是我没有做热身运动的问题 OK啊也是做的差不多了 那么下面咱们跑酷正式开始 来小亮给他整个活 成功到达最顶层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这个跑酷很简单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你们永远不知道我到底失败了多少次 房主名字叫敏锐仔 在Q学 你们可以来挑战挑战试试 那么数量最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跑酷房 或者是密室房 想让雪龙挑战呢 可以直接打在评论区下方